Nintendo,大家好,我是王林 我现在在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的居住地 印度的班加罗尔 尼西亚南达大师呢,是印度神师婆的转世 是在沙凡达 昨天晚上呢,有一个很好的消息 我们群里的一个朋友呢 他成功的显化了巨额的 就是一次显化了两个人的 Paramashivoham的这个学费 然后呢,他跟我分享了之后 我也非常的开心和兴奋 知道这大师在保佑他显化了 所以就用他这个很好的案例呢 来给大家做一个鼓励 所以呢,大家如果看到 昨天晚上发的这个 他自己录的这个录像呢 希望大家都有深受启发和鼓舞这样的感受 我想要说的呢是 首先一点就是 金钱是可以显化的 现在大家知道这个方法是 可以通过这种方法 但是呢,意思就是说 他不是我们的逻辑可以想到的 我们心中只要是知道 我自己一定可以做到 去Paramashivoham这个事实 我心中是相信大师的 我知道他是帮我显化的 仅此就够了 大师呢,会根据我们的情况 指引我们 把我们显化金钱的 再有的一点呢 就是有很多朋友也做了Guru Puja 但是 包括之前也做过其他的Saver 这样的祭祀活动 但是呢,就说没有效果或者怎样 首先呢,是一定有效果的 就是你怎么衡量这个效果 以及你有多么 能够看到这个效果 这是一点 再有呢,成效的多与少 这个是有 这个是有区别的 就是你能有多少 其实不是说大师不给 而是说他给了你能承受多少 如果是像这位显化财富的朋友 他说他显化财富 我们是完全不惊讶的 因为他确实是非常的虔诚 他对大师的一致 一直这么高 我们知道他每次提到 追随大师以及显化财富 要来Paramashivoham 他都是没有任何的二化的 就是完全的相信大师了 他对大师是完全的臣服的状态 这一点呢,请大家了解 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点,你是要把自己的 完全交给大师 你要全身心的相信大师 一定可以给你做到 再有一点就是要对大师有 最深的感激之情 大师给我们所有的一切 我们都不能仅仅是因为 我们想要的一些 没有照我们的想法去实现 或者我们计划的人生 没有按照我们的想法发生的 就说人生不好 说大师不好这样 所以呢 他的成功的显化金钱的案例呢 也给大家这一些启发 就是你的心有多么成 你有多么的 知道大师是可以帮你显化的 并且呢 一直是在心中爱大师的状态 这样呢 他是一定可以帮你的 并且之前呢 Alex他也是显化金钱 帮家人三个人呢 一个下午的时间就显化 也是非常的神奇的故事 他也是同样非常的虔诚 他每天都要做PUJA 每天都跟大师 发自内心的祷告 说我要去这样 大师帮我 所以呢 非常的 希望大家都能够 来做GuruPUJA这段时间呢 能够通过这个方法 并且还能跟大师 对话这样 这是很难得的机会 当然呢 也要知道 这个背后的灵修的背景 不是说啊 我让你做这件事 你给我做 你要实现 不是这样的态度 而是说呢 我们非常虔诚的把自己呢 放在大师的脚下这样 脚边 然后把自己交给他 是一个完全臣服的状态 这样呢 你才能够真正的显化 你想要的愿望 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